今天的新興文正航 來看到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總召傅昆崎拋出要成立國會的特徵組 現在被質疑到底是不是失色刑場 而且違憲 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炮轟 這除了是侵犯了總統職權 還是試圖要來取代行政院 司法院跟監察院全力的破壞了憲政體制 幾乎是比義和團更像義和團 而這樣的行為 如果真的成功也會超越了北韓跟中國 現在也喊話給民眾黨的黃國昌 他當初所要的國會改革 難道是要搞這一套嗎 批評也質問民眾黨跟國民黨 真的是不是要沆瀣一氣 因此接下來我們透過這樣的看板來看到 主要現在國民黨所喊出的 要讓立法院成立的特徵組 如果對比美國國會 是因為美國國會沒有質詢的制度 台灣因為有 就透過了質詢來監督官員 現在就大喊了要復婚琦 難道是把民眾黨當成了他自己是總召 而把臺北當成了花蓮 過去他在花蓮王的這一套 臺北並不適用 每個立委都有相關的這些調查權 聽證權之後 每一個國會的委員 都是像特徵組一樣 立法院國民黨團高喊 特徵組恢復前 要先設國會特徵組 監督行政官員 不只檢察官出身的藍尾 吳宗憲挺到底 黨團總召募 其再把炮口對準 柯建民 柯建民反向調查權不只有違憲疑 也跟監察院調查權相抵觸 至於藍尾主張 有聽證權是仿效國際 但前立委林卓水打臉 無法直接複製 實際比較美國的立法 監督調查聽證會等 可以讓證人表達意見 但美國國會並沒有質詢制度 對比台灣雖然沒有聽證制度 但委員會跟院會 立委都能透過質詢 直接監督官員 不過藍尼國會改革 從聽證調查權 現在加碼喊出國會特徵組 被解讀 是要給藍雲支持者一個交代 至少侯友宜一個特徵組 所以藍雲是買單的 所以包裝叫國會特徵組 趙偉還有談的機會 就是給柯文哲和民眾黨 那八個人 你們有補考的機會 你們要不要加入 藍綠為了國會特徵組 隔空交鋒 民眾黨團則回應還在瞭解 新國會開議後 國會改革議題 勢必成為朝野攻防重點 三軒黃成鳳之改就能看到 好 現在國民黨的立院黨團說 要國會改革怎麼變成了 自我擴權還引發的爭議 除了要成立所謂的國會特徵組 另外一個部分就他們提議 針對未來不市任的部會首長 一旦有違法或者失職的話 重大事由立委都可以直接來解任 甚至還點名像是經濟部 或者是交通部長 應該由國會來任命 現在民進黨團就說了 這根本就是相關的違憲 而且過度的擴張權力 難道未來的官員都必須是國民黨 喜歡才可以出任 不聽話難道就不行嗎 不應該讓立委的職權來凌駕專業 首版上洋洋洒洒列出六項國會改革方案 國民黨立委王曉玲主張擴大人事同意權 國會能任命官員 也能讓官員免職 針對他們有違法失職或有重大的室友 應該不只是行政院院長可以免除他們的職務 那麼經過立法院的這個 譬如說三分之一的委員的提案 二分之一委員或三分之二的這個同意 就應該可以要求相關的部會首長免職 沒有辦法掩飾你的無為 我老百姓要知道 先前立委李貴敏質詢臺上PK外造部長吳釗燮 衛福部長薛瑞源 國防部長邱國正也都曾和立委起衝突 不適任誰來認定民進黨團反擊 這樣已經違憲 國民黨喜歡的才能出任官員 不聽國民黨話的官員就直接免職 就是何等的自我膨脹 何等的濫權擴權 休憲要四分之三的高門檻 王曉玲主張經濟部交通部長任用 應該由國會決定 不滿意的去職國會也有權力 讓人想到藍營總召富昆奇 日前曾經搶殺 國民黨要擴權到官員任用 民進黨團反擊這已經違憲 學者直指藍尾的主張 創下世界獨家 總統沒選上改由國會 會身首任命官員 藍營提案測風向 民眾黨則回應還在了解細節 參選張宇宣 選台北採訪報導 另外來看到準總統賴清德 選舉期間被對手猛攻 就是萬里老家的爭議 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是單一的個案 過去有很多礦區的民眾 都有一樣的問題 因此內政部國土署呢 現在為了全面性的檢討 過去礦區土地在現在使用的 合理性已經邀集了 各個單位跟縣市政府來貢商 怎麼樣來完成地幕變更 也就再度打臉了 選前在野黨不斷攻擊 賴清德老家 是違建的說法 選舉剪刀